弓弩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冷兵器 在现代战场中依旧延续着它的作用 与古代的弓弩相比 现代的军用弓弩杀伤力更大 射程更远 精准度更高 可近距离杀敌于无声 为力不亚于手枪和步枪 而在武警贵州省总队某支队 90后特战队员周亨手里 弓弩还可进行拐角射击居敌于无形 近日 在武警贵州省总队某支队训练场攀岩楼内 周亨与队友正在进行日常的反恐演练 其中一名队友用软管窥镜确定目标 准确找到瞄准点后 周亨手中的剑射向墙面 随后则是到与其有着一强之隔的目标物上 这也是周亨通过一年的时间 学习到的拐角射击技能 2015年 19岁的周亨成为一名狙击手 经过一年多高强度训练后脱颖而出 被选拔为弓弩手 每天 他都要用双手架起4公斤重的弓弩 在力 贵 握等几种姿势下 保持瞄准器的准心不偏离靶子 为了提高耐力和专注力 他还每天坚持练习叠弹壳壳 以及在大米上穿成影线 2018年 周亨偶然看到一个关于拐角射击的视频 激发了他尝试用弓弩进行拐角射击的兴趣 一段两分钟的视频 他看了不下200回 并不断地进行练习 几个月后 周亨终于通过拐角射击接触到目标部 因为当开始打的也是带着40的新奶奶 就来试一试 但是后来打 打到后来的话就感觉 这个需要一定的去计算的 你计算了之后 这个弩的话 它并不是一定会非常的精准 它的剑 包括它的雨 剑上面的雨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有些客观因素的影响的 没有是你每一阀都能打到百发百中 但你可以保证 击中目标是完全没问题的 周亨说 拐角射击的原理跟打台球的原理一样 而拐角射击最大的好处是 无需暴露自己 隐蔽在墙角的一侧 就能向另一侧射击 居敌于无声无形中 适用于山林作战和城市反恐作战 这个弩弩的话 它的优势是在于 它是无声射差 比如说像大家平常知道 是有步枪的话 像手步枪的话 它是有消音器的 有些可以装消音器的 但是它消音的程度 完全是不够的 在实战中 像对于我们在城市反恐战的话 弩弩的话是最适用的 第二种就是在从林地搜索的情况下 遇到目标的话 直接用弩弩进行鞠叉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周恒说 弩弩手的射击技术 比狙击手要求更高 未来他想把拐角射击练好 并交出给其他士兵 让他们能掌握这一射击技能 说掌握这些技能 也是给大家 给自己的战友 身边的战友们 去把这些东西 掌握这些东西去交给他们 更多的是这些 需要你来探索出这些东西的话 让他们都能够掌握这一项技能 并不是只单纯于 只单纯是我一个人来掌握 因为在周端中的话 大家都需要去发挥各自的优势 再一个的话 你需要掌握 现在是 周恒说是一专多的 你需要每一个人去掌握很多的技能